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的光照 到了地狱 那些地狱的众生 见到佛的光照 地狱最消灭了 升到斗塞天 到了斗塞天了 我说天国所发的声音 他们就得了道了 斗塞天了 那这个音是 见了佛的利益 得到利益了 什么音呢 这有音音呢 什么音呢 就是见佛的光明照耀的音 就这么个音 在这个音 他过去 跟披露哲诺佛 有这么个源 那个源成熟了 才感到佛的造 光是蛇兽 光蛇兽 这又是源了 那升到斗塞天 到了斗塞天 以佛的三魅力 天国说法 他就证得果了 见到佛了 又证得果了 说他的心供养 那么这些个菩萨 所供养的香 所供养的工具 就要香云 普与无量佛杀 微神述说 他们在供养的时候 要是有众生 蒙着这种香了 也得到南乐 南乐像什么的呢 像比较修禅定 到了四禅天 那一些业障 也消失了 这是拿比秀 入十三天 做比喻的 这些菩萨 不是住十三天的 就像那个 比秀入十三天 业障消失了 那种欲语乐 假使要有文哲 文的众生 比如众生 他与塞相未处 无尘境界 这个每一位处 有一百烦恼 那外有一百烦恼 贪行夺者 二万一千 臣行夺者 二万一千 持行夺者 二万一千 等分者 二万一千 了之如是 虚世 虚妄 如之以成就 相闯云 自在光明 清净三根 这一段经文 这些数字 是怎么来的 结识 这个二万一千 的数字 众生的烦恼 的根本 只有十个 烦恼的根本 烦恼 只有十个 根本烦恼 有十个 那么 一祸力 一祸力啊 有 贪生 磁慢 一生 一个祸 有十个 十个祸 就成了一百个 这个祸呢 分为九瓶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下 中下下 加根本 这样成十个 十十成百 那么五个 五个烦恼吧 根本烦恼 五个 那么就是 合成了 一个烦恼根本 有十个 十成百 那五个呢 五个就 五十 五十将 十成百 就是 五臣 警戒 成为五百 五百 那 那 这 五臣 为外 不是 就是 塞 生 相 为 处 一个 就是十 十个 就是五百 就是五百 那五百 的 外 五百 各个五百 那么 那么再加一个 米与四体 五百米与四体 那四个五百 米与四体 那就成了 米与四体的就是四体的每个游戏中 你各就五百成五千 那这五个呀 两个五重啊 两个五百 五百 五臣为外 一个有五百 那就为五千 别米四体 苦尽灭到四体 四五两万 本为一千 那再有两万一千 三度等分 三度加等分 又是四个 两万一千再加四个一成啊 就八万四千 那么经常说八万四千 八万四千 是这么来的 但是啊 还是十乐 以十乐为本 十乐为本 辗转相承 辗转相承呢 十个就变成一百了 加上五臣 五臣为一千 五臣就五千 这叫十致法门 就四致 二致 四致 三致 二致 一致 这又是十个 四致苦尽灭到 把苦尽灭到这四致 又把它合成十 又把它合成十 米勒十致了 就米勒十三业 那所以成为一万 米勒十致的空有 空和有 那么 那么加上着 分成为 米勒十致空有不同 分成二万 那二万 和米十三二致 一分二万 并百一千 就是二万一千 这数字算的啊 我这数字是念 清凉果是算的 跟大家说的 我没说清楚 将来要那个谁 他们编辑 再给你们打个表 这个不要算他了 大致知道 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数字并没什么用作的 咱们经常说 八万四千法门 对着八万四千烦恼 就是 塞身相畏处 五臣经济 要有众生 见其盖者 终于清净 金刚 王 转轮王 一横和萨 三根 这个不是唐义华严经 是进义华严经说的 说一横和萨的转轮上文 就是意思就是说 一横和萨转轮上文 这一横和萨转转轮上文 就是说一横和萨转轮上文 转转轮上文 转轮上文 成就了 白减灰轮上文 这么一天 念圣经佛号 一个善根 念一部经 看你念什么讲 念普贤后面 这个善根没法记住数量 只有普贤王知道了 你念地藏经的善根 那经上有明文规定 荣原免除三图了 再不多地狱了 成就跟地藏公菩萨一样地位了 这个善根怎么计算呢 有些个说数字 数字不能局限的 但是中间还有转 看什么佛经都加个转 转就是变化了 一念它又变化了 又一念又变化了 一个那念 善变那 一个善念 善变善 像咱们听到天国啊 所发的声音 那是毗鲁周诺三妹所发的声音 这个善根是没法计算的 它是成佛的种子 那人家数字嘛 没办法算 大地表一下 有很多很多那么意思吧 咱就知道这样的了 所以这个转转王 有清净金王转转王 他这一横河沙的善根 那一横河沙的沙子有好多呀 无量的了 无量的了 这只是举起善根之大 得得善根之多 形容此啊 别在这个上执着 他说 佛子菩萨祝辞 转转王位 凡是转转王 说这些天子 那是大菩萨继位的了 大菩萨祈祈祷 大菩萨祈祈祷 那个卫生 一百千亿诺尔佛沙 极为神入世界中 教和众生 佛子 譬如明镜世界 悦自如来 在明镜世界的佛 德号叫悦自如来 那么 常有无量驻世界中 世宗弟子啊 比丘 比丘尼 尤佛赛尤佛义 霍献其身而来听法 这个世宗弟子 到这个明镜世界 悦自如来 那些文法 化现的身来听法 那么悦自如来 跟他言说 本生之事 这个本生啊 是指他 这个化现 就像实驾如来 到印度化现的 就是 受生啊 成道啊 八象修行 乃至立化众生 这叫本生 本生的事 有研究佛的历史吧 出生的历史 我有一念间断 一念 一念都没见到过 要有众生 闻起佛的名字 必得 往生 彼佛果道 你只要听到 悦自如来 这么得好 一定升到 明镜世界 决定了 一文啊 一文 不像咱们在念 阿弥陀佛的念念 他在一文就行了 一文到佛的名 彼得往生 彼佛果道 菩萨的难入清净 今往 专论往外 以佛入世 就像这个一样呢 要有人 要有 得遇到这个光明 避怀菩萨 第十地位 你先修善根力 他原来修的善根力啊 修的成熟了 才能够遇到这光明啊 没修成熟 怎么能遇到呢 例如说 闻到皮罗哲诺的放的光明 戴地狱 就能生得抖碎天 到了抖碎天 一文法就正到十地菩萨了 如果咱们要比 咱们现在没戴地狱 人道 那比地狱高多了 那你怎么没遇到那光明呢 没有那个缘 他是前真所修的啊 那先修的三个类 他才得遇到那个缘 这就是说 舌话有缘人 每一法 有每一法的因缘 懂得这个道理就行了 说现在嘛 整个的华严经 我们这里头很多念了好多遍了 一年会念两三部环境啊 你一天念一卷嘛 八二天嘛 三八二百四十天 你也念三部半了 那这个善根呢 我与佛 与佛才能给你受戒 不知道 未来如何不知道 未来如何不知道 佛子 如得出禅 随为命中 见饭天所有的宫殿 而得授予饭死的难乐 得入禅者 习也入世 在禅界中 在禅界中 修到陕界定 出禅是陕界定啊 陕界定 那 你见到陕界一些境界 在这个禅界 修到陕界定 见到陕界境界 所以你在人间 以这个说 你是凡夫神 凡夫神 但是能见到十地菩萨境界 以凡夫神 能见到十地菩萨境界 但是呢 因为你修 修十地菩萨的所有境界 这三七一念呢 三大阿生七七一念 一念专门为三世 但是你得有那个功力 那功力 菩萨摩托 祝清净金王 准论王位 这都显示的准论王位 金王王王王 有摩尼吉 清净光明 谁摩尼吉啊 这西藏人呢 在家人呢 都有摩尼吉 他们头发呀 竖上去 竖上去 那在这儿 爬两个九角 九角中间呢 做这么大一个佛稿物 佛和 佛和的做成佛像 他每天早些 洗完脸 梳头的 把这佛拿到这上 这叫吉 你看佛 顶珠上 都有个佛吉 那就叫吉 那吉里头含着一颗珠子 那个珠子就叫摩尼吉 清净光明 但如愿放光 咱们没有见到 就是没这个福吧 又遇到这个光了 得菩萨地实地 光一照 又见光了 就得到菩萨实地 把那业障全消了 但是 你怎么能修行到 见到这个佛光 问题在这儿 见了就能得 得到了就能正得了 这叫成就 无量智慧光明 成就这个光明 得十种清 净眼 眼根清净 能见到十方一切祝福 所以 寡说眼根呢 还有乃至于 十种清净业 一业 就是说无量甚深三昧 成就呢 就是现在的清净有缘 就是 因为他能够见到眼 就得到在这修行的成就了 成就了 成就 才能见到这个光明 没成就 咱们见到光明 见到光明就得到实地 就证明能见到光明 他的修行的道理 就能得到实地 那他右眼就是 就能变成佛眼了 成就如来清净右眼 这个眼睛明见的意思 叫他知见的意思 否则 假使有人 以诺尤托佛唱 遂问为尘 把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 诺尤托是不可数 把不可数说的丧意 是什么呢 是佛刹 把这么多佛刹 都把它抹为微尘 一微尘一叉 这个数字不是凡夫 心里所能达到的 大菩萨的心里 不以而所佛刹微尘数 才遂为微尘 又把这些微尘数佛刹 把这些佛刹 才遂为微尘 如是微尘 西日着手 不是右手 着手 此一东行 向东边走 尽而所佛刹微尘数四戒 乃下一尘 就掉一个微尘墙 如是把这微尘都撒尽了 东西东南西北方 视为上下 以夫入室 释放自己都入室 或者是点一个微尘 或者不点一个微尘 那么 把这些个撒微尘的 果斗 都集合一起 这个不是 这个数字是没法算的了 保守 与银河呀 你算算 这个佛果斗 有好大呀 可施量佛 没办法想象 施量不到的就是 保守佛萨答应佛也呀 如是佛都广大无量 其有其特 不可思议 什么能想得到呢 要有众生文此品 能生心结 当然是更为稀有其特呀 那比这个世界 把这世界 把这世界抹成微尘 基本数就没法算 有过十佛 乍乎说 乐一个微尘论 把这世界都把这微尘都点进了 这果斗 不可思议 其特稀有 佛言保守 入室入室啊 你说的不错呀 如如说说 要有善男子善的人 文这个比喻 文这个比喻 而能生信 信为真实啊 就是一信 我受笔记 彼洛哲当佛跟保守不是说 我就给他受计了 他一定能成佛 决定当成阿尔登罗三不三不提 当怀而入来无上的之魂 就是信 保守 设佛有人 以千亿佛刹为神说 如上所说 广大佛土 莫为为神 以此为神 以前辟 以一下尽 以佛洞 掉一个微尘 一佛洞 把这微尘又撒进来 这个果斗有好多呀 无法计算 若是 此地辗转 就八十反 八十次 撒万里撒 撒万里撒 八十反 这不是凡夫 心自所能知道的 如是一切广大佛度 所有微尘 菩萨的业报 清净幼眼 咱前下讲了啊 菩萨的清净幼眼 于一面中 心能明见 就这么多无量果斗 那个菩萨的用幼眼 一座义 一念 完全见到 一见百亿 广大佛刹 微尘术佛 如玻璃镜 清净光明 照佛 照实佛刹 微尘术四界 那就像 右眼看镜在里头一样的 比那还超胜 保守 如是揭示 清净 金刚王 转龙王 甚深三昧 否得三根 之所成就 前头是比方 比方什么呢 比方清净 金龙王 转龙王 甚深三昧 所得到的定力 三根成就的 三根成就的 这准转转说的呀 说的是数字啊 这个数字 是不可思议的 说这个光明王 从什么因缘来的 上头所说的那些 从这个因缘来的 说如果这光明王 触到你身上了 你身上得到光明 要么接到日光 日光照出我身上 如果这个日光 是那光明场的光 要照到你身上 这个因缘 是不可得的 同时 天空 什么因缘能说法呢 何因何缘 这都是天空缘说的法呀 而那些菩萨成就 成就实地呀 这三个问题 嗯 一个 这个光明从什么地方来的 嗯 这叫什么 从如来 自己体现 清静的法身 没有 没有宇宙的自怀 要清静的 自性清静 功德所生的 而能成就相好 成就相好 这是光明的来源 这个光明 这个光明 一切众生 也不能成就 也不能成就 法界无限物质的大众 是 此故 此经名为 觉行 互言经 觉跟行 互相庄严 这么经 自觉 圆明 力套 圆满 就觉行圆满 显出来的 怨力和功力 这就是大人之相 祝佛之相 为什么此品 随好 而是佛自说的 佛对保守菩萨说的 说如果成就 普贤恨的人 令普贤不自说 食品随好功明 这是佛的自果 无作的法身 无意的根本之光 所以佛自说 单一教主 显示什么呢 去如来应正能觉 随好 明圆满王者 而相 一切佛所修成的 菩萨都可以说 佛的随好 佛有智说 说不尽 说不完 这是根本自 本句的 无依 无性 无修 普照自在 普照自在 说不就 圆满王 圆满王 放光啊 是这么来的 所以 所以 一切 这一切 光明 是这么来的 所以 就 光明 闯王 这里头 表 三贤位的菩萨 佛常放 这个四四种光明 是竹下放的四种光明 那就表 四四种光明 实现 实重 实行 实惑相 就是实地前的四位 就是 四四位 四四位 成熟了 四十位都成熟了 乃至于 俄比地狱 是无间苦那个 欲柔这种光明 都说 都说天 那天国的响音 天空不是说 天空所发生的音声 天空所发生的音声 就是说法 就 铲除了 这些个地狱 出道 斗塞天的 铲除他们的业障 他们都得了 离构三昧 得到 无一字 一光一定 都是不可思议的 都是不可思议的 这才能就 实住实行实惑相 成就圆满 三贤位 这是地前的功德 建功德 随好光明的 都是现的佛 志在无奈神力 凡是蒙光处照者 蒙这个光处照的 鲜色的信心 没有信心是遇不到光的 这个我们都有了 将来可以处光的 佛宅放光照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 这是信位所得到的 天空 天空 因何而能说法 是 天空是以 毕鲁哲诺 三昧力 波罗波罗密的威德 毕鲁哲诺佛的三昧力 波罗波罗密的威德力 所出来的音声 不是天空能说法 是佛说的 这是 佩洛哲诺菩萨 三昧力 于 自体相故 自体形象 从信中 自在无奈 自在的妙会 说眼上的 众生 能够闻到 法身 大智慧的 种 就是种子的种啊 才能够 得闻 入世的妙法 把你的妙呀 给你都出镜了 就得得到了 所以叫什么三昧啊 离构三昧 这种无性的妙理 自体的 自体的 没有编 没有种 什么性的 虚空性 等虚空性啊 自性本身清静 没有延误 那么要说法 要利益众生 这入的无量方便三昧 披洛哲诺 无量的方便三昧 其实等入法戒品呢 三才童子 参 到妙峰山上 得意 一切祝福智慧光明 就是这个三昧 那么从那个十县 到十一地 三才参的五十三位 入法戒品 咱们现在是随后品完了 这普贤行品啊 普贤行品 不是普贤恒愿品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普贤行 是八十花园里头之内 普贤恒愿 八十花园之外 是八十一品 那么 以后只有 三四品了 但是入法戒品呢 占了华严经的八十卷的四分之一 这是三才童子 三才童子五十三参 再从头开始 实信 实坐 实行 实会像 等庙 等庙之前 加个十一地 但这一品呢 占了二十卷 黎四千变的将近十卷 但是 华严券 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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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品就占了将近一半 但是也不是这么太玄 就是善才童子 再把咱们前头所讲的华言 他一步一步一步 他就做 做了正德做了正德做了正德 献上成就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顾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顾名 财团法人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传针03-989-8787 03-989-8787 为了大家可以更好地了解藏传佛教 也能够更客观地去了解不同的宗派和建议 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有必要 要讲讲这段历史 不管怎么说 它对千百年来整个藏传佛教的发展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 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就要讲到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 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世界 就是顿见之争 甚至呢 时至今日 其实在藏传佛教当中 类似的争辩还在积蓄 所以呢 我觉得各位至少对此呢 都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了解 或者可能有听说过一些蛛丝马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争的是什么呢 这是顾名思义啊 顿见之争就是顿门和戒门之间的争论 顿门呢 也就是顿悟法门 在这场辩论当中呢 主要以汉地大禅师摩赫也为代表的 我们大家都熟知的 这个由这个达姆祖师所创立的 这个禅宗一派 那见门呢 正好相反 相反啊 他们主张的是见之修行 从而成就佛果 在当时呢 是由印度高僧莲花界为代表的 印度僧众一方 那么这个顿见之争是 怎么开始的呢 大概是在公元八世纪 后半夜 连师已经离开了土国 几乎大师也原济了 之后呢 赤松德阵 为了这个广宏佛法 令人呢 从这个汉印两地 分别迎请高僧 修塔建斯 易经 摄斋 那么从印度请来的是 以济湖大师的弟子莲花界为首的 三十多个出家族 而从汉地 迎请的呢 则是来自当时在敦煌一带的 大禅师摩赫爷的三位僧人 那些以莲花界为首的这些印度僧众呢 向这个三部请奏说 那些唐朝僧人所传授的顿悟禅宗呢 并非佛说 请三部废除所有禅宗在徒伯的传播和教授 那摩赫爷和几位禅师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回禀三部说 既然印度的僧人对我们的这个法教有质疑 那就请他们收集和整理出一些经意上的这个问题或者疑点 我们来回答便是 如果真的像他们所说的禅宗的法义有任何的错谬 或者说是佛法大义之间有任何插持 那就请三部马上停废禅宗法教的这个弘扬和休息 于是呢 就三部就答应了摩赫爷的这项提议 接着呢 那些印度的僧人呢开始用各种方法 而且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查找经意 又是就是搜罗各种问题 总之呢各种挑词找毛病 但是呢 无论他们怎么辩论 怎么刁难 摩赫爷大师都是对答如流 后来呢 这个印度僧人呢实在没办法 资之理亏 前驴济穷 最后呢 既然想方设法 迷惑朝臣 勾结彭党 就为了为难这些禅师们 这个顿入大圣正理学里面说啊 当时有两名藏族僧人 因为这个禅宗遭到这个毁谤 深感不平 甚至未法捐躯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三十多名 这个深物禅礼的 藏族出家人 联合起来 向赞部请奏说 如果这个禅宗 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不堪 那我们宁可脱掉袈裟 跳崖自尽 那些印度人 那些僧人 听说这些事情之后 就各个就是破胆 惊魂 自残行贿 总之呢 这场这个顿见的辩论 持续了三年 直到公元794年结束 那么现在就问题出现了 根据这个藏文的史书 把歇中的记载 顿见之争的最终结果 是由莲花戒为代表的 这个戒门一派完胜 而这个摩赫野位代表的这个汉地禅宗 落板 而禅宗建帝呢 被证实非佛所说 是不正确的发教 所以呢 随后呢 持综得在呢 便在整个吐蕃下令 禁止和废除禅宗的传播和供养 并且呢 摩赫野一行人 遣返判定 因为虽然这个顿见之争啊 听起来是一次 一千多年前的争论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年 藏传佛教的这个后红旗呢 逐渐形成了 以现在这个四大宗派为主的各个教派 这些教派里面呢 就有很多学者认为 宁玛派的这个大元玛和嘎举派的大手印 这两种修行和见地啊 都是属于顿悟法门 受到这个 受到这个汉帝和尚摩赫野 也就是这个禅宗法脉的影响 而历史呢 已经告诉我们 摩赫野的禅宗见地是不究竟 不如法 不符合佛教 佛陀经教 所以呢 换句话来说的话 大元玛和大手印 也都是不究竟 不如法的修行和见解 于是呢 这些修大元玛 或者大手印的这些宁玛派和嘎举派的 这些学者 也不断地 想尽办法的 把大元玛和大手印 跟这个禅宗呢 撇清关系 坚称呢 自己的见解 见地 跟摩赫野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实际上 问题根本不是出在这 问题的根源 在于这个禅宗本身呢 没有任何问题 顿悟法门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并非把谢描述的那样 是一种不如法 不究竟的建议 当然了啊 今天这个听课的各位啊 基本上都是汉帝的子孙 相比于这个藏族人呢 都是比较了解和熟知禅宗的啊 禅宗作为这个千百年来 这个汉帝啊 甚至日本 韩国 越南等等 很多国家 流传最广 也是影响最深远的 大乘的佛教派系之一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藏族佛教的这个历史啊 正如曾经这个连世的预言 三部的后代呢 没过多久就 可以说是断绝了 持松德阵之后的这个第四代 三部叫做 达玛武东尖 历史上呢 普遍称它为朗达玛 就是藏族版的牛魔王 就是吐蕃帝国的末代皇帝 末代三部 他与这个公元八百三十六年 继位 虽然在位时间 只有短短的六年啊 可是呢 却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进行了大规模的 这个佛教灭法运动 后人呢 被称为朗达玛灭法 那么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和动机去灭法了 那现在呢 就是众说纷纭 有各种各样的揣测 除了这些对佛像 或者寺院等等 这些硬件的破坏 什么摧毁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打压和解散和 他打压解散和清除了僧段 清除僧段 具体来讲 他那时候不仅杀掉了 很多出家人 驱逐了当时在土博的外国僧人 而且禁止来就是从印度啊 从大唐来那些高僧 来来到土博传访 而逼迫很多深重管束 强行让他们去打猎 而且呢 对那些不听话 或者反抗的僧人呢 就斩立决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历史啊 刚才提到 公元842年的时候 朗他们由于这个引起共愤 而被刺杀之后 他的两个儿子 乌松和永巅 为了这个争夺王位 进而就分裂成两股势力 虽然呢 乌松算是继承了王位 成为了赞补 但是呢 永巅一派呢 并不承认他的政权 所以呢 多年来呢 两方的争斗不断 情况日益恶化 大概在九世纪末的时候 土博各地相继发生 这个臣民暴动起义 乌松的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赞补呢 被刺杀了 土博的王朝呢 就此分崩离析 然而呢 永巅一派的势力 仍然对这个乌松的后代 穷追不舍 最后呢 无奈之下 武松的一个孙子 叫做 杰德尼玛尔 直接逃到了现在的阿里地区 才算是逃出生天 所以呢 后来呢 这位基地尼玛尔 混成 基地尼玛尔 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当地的王 从此就开始了 统治阿里地区 那么这么算起来呢 这位这个基地尼玛尔 算是朗他妈的曾孙 他本人呢 也有三个儿子 然而他为了避免 像他祖辈那样 为了争夺王位 手足相残的悲剧重演 所以呢 他就把阿里 就分成了三个地区 分别交给了三个儿子 进行统治和管理 也就是历史上 阿里三地区的由来 那么 这三兄弟当中的二哥 叫做 扎实德管 他被安排来统治当时 阿里东南部的布朗一带 也就是今天的 普兰县 后来呢 他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古歌王朝 那么这个古歌王朝的建立呢 大概是公元十世纪末的时候 扎实德关 就是他的开国之君 第一代君王 接下来呢 他的儿子 也就是古歌王朝的第二代君王 叫做什么呢 叫做 松耶 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后来呢 他就退位出家 法名叫做 拉拉玛伊西尔 就是当时第一位 想要引请阿底下尊哲 入葬的 古歌王朝的国王 为什么说是第一位呢 因为 他直到此事啊 都没有成功的 请到阿底下尊哲 最后是 他的后代 才将阿底下尊哲 请入藏地的 那他们是怎么 请到阿底下尊哲呢 我觉得 要下回分解 所以呢 我们今天讲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